中華文化 一起學習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早晨 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 小嘴巴 大世界 我是詹平 今天邀請到來自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執位歐志堅博士的 博士早晨 早晨 各位朋友早晨 還有兩位小嘴巴 分別是 今次就女生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廣告系的學生 我是Year 3的Joyce 我是Year 3的Joyce 我是Year 2的Joyce 自己也開始忘記了 是不是讀三字經 二和三開始撈念了 想快點直接跳去三 上個星期 歐博士又跟我們講解了 三字經的一些重要性 以及他們一些歷史文化背景等等 而據我所知 其實三字經 不只是我們日常用 或者日常去講 那些性相近乘相遠 這些三字經 還可以再遠一點 甚至乎可以離我們很近 那些三字經又是甚麼呢 又是那個點 又遠又近 其實又是那個點 不是講髒話 三字經 今天很多朋友都以為三字經講髒話 絕對不是 根據今天我們看到 麗文卓先生所編錄的 一本新版《香港三字經》 其實我講的時候 大家都耳熟能長 例如我舉個例子 口腔腔 食吉糖 這個沒有聽過 這個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那個層面接觸不到 有沒有聽過 有組織 毛黑衣 這個特色 完全是有共鳴 然後是 放毒蛇 完全是 然後還有沒有 眼眨眨 不知道 還有扮花蛋 還有zew勺 weed damage 還有DC 牙斬斬 牙斬斬未有 動別的 還有 именно CCCE 塞塞坊 塞塞坊 雷街坊 果然就是 我們這些就是 色小小版 色小小版 白白是屬於一個嗎 是的 都一樣 都是 原來這些都是三字經 三個字就是 基本上我們有些叫港式三字經 港式三字經我剛才提過 例如口腔食咳嗽 為什麼口腔 我們廣東話就很明白 但問題是當我們用了普通話來讀 可能口腔就不知什麼 所以很明顯我們所說的香港本土話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本身的語言 甚至可以說港式廣東話的語言 香港的典故很多故事 例如我剛才所說 有組織沒有乞丐 為什麼組織沒有乞丐 遲之就成功了 原來我們之前經常都不說 就是組織 這是我們港式的 香港人流行的故事和用語 其實我很佩服想這些說話出來的人 你怎麼可以想到 有組織沒有乞丐可以一起說 這些念口王 是否當時都是一種流行文化 等於現在我們年輕人所說的 對 潮語的意思 歐博士 這些說話就是我們當時的潮語 其實現在也有些潮語流行 亦因為三字往往是容易上口 我們又舉了一個例子 給我們現在也提及 我們女生 對她有些要求的傳統 例如一本書 我們有一本叫 新版的女兒三字經 正清代已經有 只是給女生 多數給女生讀 多數給女生讀 有分男和女嗎 即是有分給男生和女生 有分給女生 男三字經當然有分 浸呼缸 吃粒糖 可能也有 但傳統來說的教材 沒有特別針對男生 以前來說大家感受到 男生基本上都是 我們一直以來 傳統社會教為男性為主導 所謂的朋友所說 仲男兄女 於是男生基本上會接受教育 所以基本上所有三字經 都是給男生讀的為首 他也不需要指名是男生 但問題同一時間 你見到我們傳統對於女性 特別是未嫁的女生 當她準備嫁的時候 你呀 你呀 就有要求 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 一本叫女兒經 我讀給你聽 女兒經 子細聽 早早起 出閨門 燒茶湯 敬傷親 勤疏洗 愛乾淨 學針線 莫懶身 父母麻 莫作聲 這本書不得了 為何呢 我家裏有 我在我媽的床上 我媽應該都熟讀了這本書 每晚都應該用來刨 說真的 我真的見到她在床上放了這本書 最主要是給女生 就是給未嫁的女生 學會怎樣做女人 類似 類似 為何你媽媽床上會有 我媽媽是女人 但你說未嫁 意思是她也要溫故滋身 是嗎 又被你得到 可能她要記回 我要怎樣才會為一個好的老婆 原來要早起床 你今天幾點起床 不要提了 三百半 剛才聽到博士說 這個女兒已經 裏面所寫的事 全部都是在家裏面發生 因為以前的女生 其實不會有機會出街 說來講 她都是在家裏面發生的事 跟外面的世界好像沒有關係 其實是否她們不用學 以前來說 都可以傳統 女生接受公開的教育少 但要注意 不是接受教育 即是接受 所謂的私屬以外的教育是少 那些高門子弟 接受教育是怎樣的 就是這些女生 有錢的人 會邀請私屬老師 即私人本入老師 過來教育他們 所以這些女兒已經 都給女生看 我們值得更加 剛才提及過 當我們在21世紀 重新檢視的時候 我們有些地方 可以再進一步延伸 譬如我們說的 學針線 抹冷身 女生學針線 你有沒有學過 George 弄皮也會 穿針 可以嗎 穿針 懂 沒理由不懂 我也可以 以前是學針線 非常之美 因為女生要做衣服 以前是農業社會 有時整件衣服是貴的 所以自己是穿針引線 去逢衣服 當然另外一個是 父母慢莫作星 這個說話 這個不行 現在不行 你罵我 可能最多離開 都是不出聲的 幫他離開 不聽了 這個意思 當然我們要看回傳統社會 傳統社會 我們很講求 因為我們看到 孝 孝 孝 很多朋友都說 究竟是否父母 莫作星 會否被父母的虐打 也不要吵 這個就是另一個故事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傳統來說 首先中國傳統思想 假設我們父母是一個得行的人 無論他是窮或富有的人 假設我們父母都經歷過人生的經驗 都是一個愛惜自己子女的人 並且他人生越來豐富 所以他的教導的時候 我們應該聽他說 所以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跟現在的有暴力傾向 父母有不同 所以父母罵莫作星 如果我們根據傳統來說 首先假設我們父母是愛我們的 才可以理解到父母罵莫作星 剛才我們也提過 傳統除了這三次經驗 還有很多 例如說 太陽還沒出來 那時候 應該是還沒睡覺 如果對設計系的 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還沒睡過 但不會打掃 是繼續工作 因為以前的女性 據我所知 就是要在那個丈夫 還沒起床之前 是要做好所有的家務 煮好早飯 就要給他們全家人吃 這些反而不是 可能是老公出去工作的時候做的 不是 是要老公出門之前 就要做好這些 才是一個好女人 一個好老婆 是嗎 對 因為你經常都感受到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以前結婚之後 那些女性就不做事 這個情況很清楚 那些女性不做事的 就是男主所謂的愛 女主愛 女性是處理好家流世務 但問題是大家 如果大的家族 那些女性地位 其實不是差的 我們一直以為的觀念 那些女性地位 絕對不是 記不記得我們 例如我們以前看過的故事 那些婆婆很高身份地位 楊家將 蛇太君 那些很兇 其實女性是處理家裡的很多家族 事務 甚至會計 錢的分配都是女性 所以當然 大獎鬼 女子 那些私善 那些 好像以前的皇宮 那些都是女生做的 對 完全清楚 女性地位是高的 第二 還有什麼 排之論貝 那個婆 或者阿嬤 影響整個家族 很厲害 這是另一個 還有沒有 還有朋友也提過 為何會黎明 即起 撒素停除 當那個女生在家裡 開處理家務 因為她最主要的一點 當她還沒結婚前 爸爸媽媽照顧她 爸爸照顧她 另外當她結婚之後 老公經營生意 或者經濟來源 於是她在家裡 是撒理家務 以前的女生 就不需要出來工作 似乎是比現在更好 我們說現在的女生才知道 也不是的 現在的女生都望嫁給一個 不用工作的 即自己不用工作的男生 是嗎 Joyce 不是我 這樣也好些 有得想想 自力更新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再談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剛才我們也討論過不少的三字經 有港式的三字經 又有婦女經 這個又有東西代回落袋 Joyce又幫到你 其實我知道除了三字經之外 還有一些書籍 或一些經目 是需要一些學生歌 一進去私屬的時候 就要讀的 就是叫做千字文 如果就這樣聽名字 即是有一千個字的文 是否這樣解呢 歐博士 是呀 謝謝你 我們的千字文 其實傳統來說 真的有很多文字 比年青人讀 根據我們古代 有些朋友 本來有很多字 然後把它系統地連合在一起 如果回到千字文 你蓋嘆古人很厲害 一千個字裡面 沒有重複 是呀 沒有重複 這個很厲害 是嗎 沒有重複 完全沒有 但他在每一個沒有重複 之餘 還能說到意思 給你聽 是呀 那些意思是可以很複雜的 剛才 Joyce 就在麥克風的時候 拿過一下 是呀 你可以讀一些出來 讓大家震驚一下 可以呀 因為我覺得 一些我們在中學 才會讀過的東西 他在這個一入學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 用四個字就可以搞定 例如 寒來暑黃 秋收冬床 他已經說了四季的特色 哪個先 哪個後 即是 冬天來的時候 是 熱的 天氣就走了 那秋天收買的時候 冬天 又 什麼 收藏 例如 還有一句 雲藤致雨 露結為霜 那這個很科學 你暈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下雨 即是那些雲藤在一起 藤的意思就是 他們不停地 藤暈架 對 即是聚在一起 就會令到天 就聚了一些雨 我們記得 如果讀科學的話 是因為太過雲 水蒸氣蒸了上去 然後聚了一塊雲 才下雨 這樣解釋 但現在他用四個字 就幫你解釋了 另外一個 香港人很喜歡看的 就是叫做什麼 結露 露結為露 露結 對 你怎麼分露和露 原來是露才會變成露 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到冰 這個就不知道 就沒有說了 什麼時候才看到雪 也沒有說 這幾句話 其實我們就這樣聽 可能會覺得好像字字珠基 其實這個千字文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特別做到千字文出來 有三字經還不夠嗎 還要做到千字文 歐博士 其實大家知道我們的色字 剛剛提及 當我們講三字經這個話題的時候 提及 中國的傳統幼兒教育 不單是一個識字教育 啟蒙識字 還更加是一個道德的教育 在這兩個課題並存 所以你看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三字經除了講求於我們的道德培訓之外 以道德培訓為首 而千字文更加重要是識字 因為我們有很多字 大家朋友如果合得到 將千字文和三字經版文 你會看到很多字 剛才主持提及 是否一千字文是一千字字 絕對不是 我們只是籠統一個故事 所以正如我們百家姓 是否一百個姓 當然不是 很多 所以我們方便我們閱讀 所以這個情況 剛才Joyce和主持提及得很好 其實我們剛才提及過 雲騰致雨 露結為雙 今天已經具有科學知識 當然我們遇到 正如我們很早之前提及 很多要看老師怎樣教 第一件事 首先要讓同學見到 其實是用今天幼兒教的觀點 甚麼是幼兒教的觀點 其實你看到的 當學前教育的小朋友 當他們首先離開家 很可能接觸大自然的景象 碰到我們今天幼兒教育很強調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教他們求生 求生手冊千字文 你想想 對我們小時候 我們對於所有周圍環境的事 根本一點都不會熟悉 但現在可以告訴你 為何會下雨 為何會結霜 其實等於教他們怎樣救自己 求生的技能 變色 可能東南西北 都可能會教也未定 歐博士 最主要是讓他們接觸日常生活 接觸四周 接觸大自然環境 主持說得很好 中國傳統的學問 其實已經讓小朋友 接觸大自然的世界 譬如當我們知道 以雲藤致雨 露結為雙 可能要穿多幾件衣服 特別是我們剛剛衣服完 這個月的時候 日晚的感受洞 便穿多件衣服 這整個是一個自然生態的環境 即是說這個 也有很多方面的學問 好 我們由專門回來 繼續和大家討論一下 這些中國的文學 和這些中學經典的學習課本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剛才在麥克風的時候 各位都看千字文 又看三字經 看得非常開心 是否有看到甚麼特別的東西 是呀 因為剛才看三字經 全部都三個字 歐博士說三個字容易記 但是來到千字文的時候 又突然多了一個字 全部變成四字 那是否會一路上一路上 變成十字經 是否有不同數字的經 其實有的 我們有看到 譬如有四字經 有五字經 根據我們的學習 我們的小朋友 學習的經歷 或者心智發展 有不同的故事 有五字經 有六字經 也有 是的 是的 我又知道 如果發展到這麼多 人們應該沒有心機背 所以可能慢慢流傳到坊間 坊間又會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把它重新演繹過 是否都有這些呢 歐博士 都會 因為有時候三字經 除了是三字、四字、五字之外 有時候要建立本土 本土裏面有不同的語境 不同的環境 按照當時的時代 和本土的特色 擺放內容 三字經、四字經、五字經裏面 因為我剛才吃了咪咪之後 我都看到 除了原來香港三字經 還有香港四字經 即是有那些早開早散 早點吃午飯 然後有一個 一朝得志 語無論似 這個經常都說 因為這兩個我只是分開聽 我真的沒有試過拍在一起聽 然後可能聽過那些 有吃、沒有吃 有吃、不吃 有吃、不吃 我只聽過最大惡劑 但他就有一個全憑滴滴 就不知道是甚麼 有沒有說 有些可能是那個年代 一些那個年代的詞語 其實這些的詞語 我覺得幾七十八十年代的香港 因為當時的社會 可能那個文化水平 或者知識水平 未必有那麼高 正如為何要有三字經、四字經 可能那個意思 就要讓他們慢慢去接觸一些語文 或者接觸文字 因為當時我沒有記錯的話 香港其實都有不少的文盲 他們都是不識字的 可能就要靠著背這些三字經 四字經 而去記得某些意思 是否這樣呢 歐博士 當然 主持說得好 一方面我們當時文盲也不少 今天我們同學感受不到 因為我們九年免費教育 但是 現在不止了 十二年 譬如我自己媽媽 她只是少了畢業 更加有很多朋友 是當時的奴婢 還有奴婢 所以你看到奴婢 更加不太多 能夠學識字 所以有時候 這些三字經、四字經 往往是比 我們的群眾多了解文字 這是第一個 另外還有主持說得好 同學都留意到 我們的文字是和時代有關 最簡單就是早收早起 早點吃飯 為何早點吃飯 早點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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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點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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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就是早點開工 早點完成 就能早點吃飯 我們很平常 還有一個 大家剛才也提及過 無驚無險又到四點 有些人說 無驚無險又到三點 三點澎茶 沒錯 三點三 對 三點三的下午茶 很多朋友都知道 於是其實跟我們 有一些港式的生活 習慣有關 特別剛才朋友提及過 一朝得志語無倫次 你說話是什麼 沒有倫次 倫次那字很好 因為倫是叫企人邊的倫節 即是說我們只要一個人 能夠一招就很厲害 竟然沒有倫理秩序 其實這句話 更加一方面 比我們諷刺的人 另一方面 比我們自己一個自免 免勵自己 即是當我們有招成功 不要那麼驕傲 謙虛 謙虛 太得意 太厲害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成為了 我們當時的一個修身 一個處事的方法 其實我們如果要了解到 香港的歷史 都可以從這些四字經 去了解 不是單單看歷史書 因為以往我們要了解 香港的歷史 可能要找很多資料 例如要看一些歷史書 看歷史圖片 但現在可以很簡單 我們看看當時的人 說什麼 他們的念口王 他們的三字經 四字經是說什麼 就已經可以了解得到 這也算是其中一個 快捷得來 又容易上腦的方法 絕對是 譬如我亦有一本 叫《歷史三字經》 舉一個例子 高祖卿 漢葉建 智孝平 黃網散 江武卿 東漢立 四二六 二十四帝 正是告訴我們 當時整個漢朝 整個發展 其實歷史 因為我們知道 歷史 如果我們只是給同學 了解歷史 特別是我們的學前教育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三字經 的時候 朗朗上口 於是年輕人 或學前教育的小朋友 更加容易朗讀 其實後面的智慧也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讀的時候 可能是一大篇文字 記也很難記 但如果變成這麼短 但有這麼深含義的字 的時候 你可能背三個字 但你後面已經有一大篇文章 寫過的東西出來 你可能很少字 但已經記到很大的含義 如果說在考歷史的科目 或者那些題目的時候 三個字 三個字答 是不是好事 好啊 他給我一定很開心 挺好的 其實大家都明白 我們都要說出來 我現在寫得簡化一點 給你聽其實沒問題 為什麼要長一點大論 去解釋一件事 不過這個也跟我們現在 用白話文去學習是很有關係的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學白話文 是把那件事 說多了很多沒有用的字眼在上面 例如我們說話 我們會說 這些字眼其實都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做電台的都要留意一下 剛才說多了 而另一方面 我也想知道 就是這個千字文 其實他當中 除了剛才說的天文地理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是會有教導下去的呢 歐博士 有的 譬如我們也提過 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 也會有一個 除了我們的文字 除了是我們的兒童教材 除了是識字之外 還更加具有道德教化 或者是Jeff可以讀一讀 女務精結 男效才良 知過必改 得能莫忘 男這句說話很有意思 麻煩一下 Jeff 女生守著她的精結 很簡單 給小朋友 同盟的時候 已經讓女生知道精結的重要 男女 要求她的小朋友 已經收得行 最重要是 知過必改 知錯能改 知錯能改 對 知錯能改 對 知錯能改 正因為這樣 知錯要改 最重要是 如果別人給恩德理 就不要忘記 這不僅是傳統的道德教育 知恩淘寶 類似這樣 即是說 其實這本文字裡 都教了不少做人的德行 三字經 好像是比小一點 然後到千字文 就是比大一點 如果再上去 又有沒有另外的經目 會讓別人去學習一下 勾勾博士 當然會有 譬如我們坊間留行一本 叫做神童詩 我知道神童才讀 當然神童的話 首先邀請我們的兩位朋友 邀請Joyce讀一下 神童詩 我想問一下朋友的問題 神童才讀得 還是讀完變神童 你要試一下 如果是神童才讀得 我不介意 立即讀 你搶了 立即搶你讀 那是怎樣的 當然 神童詩 首先 我們今天兩位同學 都一定是神童 謝謝 因為讀過獎 所以讀的人也是神童 讀完之後 被老師教完之後 又是神童 即是神童 level 2 對 一直升上去 我們現在讀一下 Joyce幫忙讀一讀出來 有一句是我們平時經常聽到的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這句其實是什麼意思 這句我就知道 你所有東西都是屬於次等東西 你讀書才是一等的好東西 除了讀書以外 其他都是浮雲 不是浮雲的不簡單 簡直是沒有用 垃圾 是不屬於 正常人 讀書的時候 你只讀書 你不要搞其他東西 我想是這樣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稍後回來 歐博士跟我們解釋一下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小嘴巴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剛才歐博士上一節的時候 提及到神童詩 現在有請我們的神童 幫我們讀出這些神童詩 究竟如何神童化 終於看到他有一句是懂的 張相本無種 藍二當志強 我只見過後面那句 但前面那句又沒見過 但是等一下 你這句之前 要解釋一下 剛才Joyce在上一節的時候 講過 萬半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這句其實是否意思 就是所有東西 都是遲等唯有讀書 才是聰明 當然字面就是這樣 就是說 其他的項目 其他項目 都不能及得讀書 身份地位高 字面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我們留意一下 這句說話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感受到 中國一直以來 士農工商 耳農立國 我們以知識分子為首 你看到一點 似乎萬半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為什麼唯有讀書高 因為我們傳統來說 只有讀書 考科舉 才幫助身份地位上升 記不記得我們很多民間傳說 民間傳奇 很多時候的女生 給了錢 丈夫 新科高中狀元 經師考試 江中堯 江中堯 死人 陳世美不認妻 所以你看到一點 就是 萬半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往往是因為 我們中國傳統社會 以讀書為首 漸漸地 可以說其他的工作 也是次搖 這是第一個 當然當我們重新檢視這句話 在21世紀 我們還可以思考 其實現在 讀書是一個很重要的 幫助身份地位的一個象徵 大家朋友也看到 讀書是否真的幫助我們功利去考慮 我經常說 讀書是否讀書不是求分數 其實這句話真真正正是真的 當然現實的時候會有很多的考量 又不可以不顧分數 但是其實你看到這句話 代表了什麼 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現代社會來說 我們除了讀書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情況出現 很多的工作 所以萬半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就是我們傳統社會很適用 其實你也看到 讀書是可以幫助我們 啟蒙我們 明理的意思 即是說 現在你們都要好好讀書 都屬於在這個時代來說 都屬於是高的 如果不讀書的話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變相就是 在香港來說 因為香港現在都屬於叫做 一個知識型的社會 任何東西都要講知識 反而是一些勞力的工種 相對上就開始不受到重視 所以偏偏 但又很有趣 現在偏偏是勞力的工作 賺的人工是多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著 只是靠讀書的話 都不行 一定要在兩方面都要平衡 我想在這個年代 就是剛剛這樣用 是不是歐博士 就是這樣 而剛才Jeff跟我們 讀了一個神童詩 我只聽到就是男兒當自強 就是平衡勞動 那男兒不是很當自強 是不是 就是這樣解釋 那句又是怎樣解釋 好 Jeff其實理解都不是錯 都對的 我們首先來說 張雙本無種 男兒當自強 這個說話就好 大家都特別是男兒當自強 我們很多年輕人都知道 黃飛鴻 帶起了我們的男兒當自強 你見到一點就是 其實這個就很公平 張雙本無種 張雙本無種 張做了朝廷裏面的將軍 或者是承相 本無種 即是不會分開任何的種族 亦都不應該分開我們的貧富貴賤 如果不分種族的話 他當時應該統一了這麼多國家 傳統來說 因為我們中國從巡舵開始 我們已經打統 這個神童詩是何時開始有的 有沒有一個 真正考據就是我們民間 其實在宋代已經開始不斷發展 其實這個很明顯看到 當時來說 在唐宋 唐讀也有 唐讀也有 漸漸是民間的流波 但其實最主要說出一點 那個意思就是不應該有分種族界限 只要憑著我們的實幹 實力 就能夠變成我們的處事 所以你會看到 雖然我們的神童詩 是我們傳統的教學教材 但男兒當子強 這五個字 其實今天也會用回 歌仔也有得唱 對 男兒當子強 待會就播給大家聽 除了這個男兒當子強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呢 熟悉就不熟悉 不過看著有多有趣 他就說神童三子短 奏大野春風 那是不是真的 色色 是不是 我想說神童是否要穿背心 神童三子短 三子是哪個三子 不是 他就是一件衣服 三子 即是說他一件衣服 短 那就是性感 那就是春風 是不是 神童三子短 就是野春風 這麼有事 就大就不行了 當然就不是了 神童三子短 基本上是我們的小朋友 為什麼一件衣服 如果是我們的三子短 其實就是我們的 如果她的衣服 應該是越來越短 小朋友 就大野春風 為什麼野春風 大家朋友也看到 我們的衣袖 傳統的 我們以前在民間傳奇 人們會塞一些金 下去 是一半的袖 如果太大袖 那怎麼辦 神童三子短 首先來說 為什麼小朋友的衣服要短 因為如果短 有什麼好處 枯過身 小朋友最大的時候 她可能穿衣服 感冒等等 你知道小朋友 如果有發燒或感冒 是很長的情況 但據我所知 歐博士以前的人 如果她的袖越大 代表她的社會階級 是越高 是不是 沒錯 有的 但如果小朋友 就不行了 因為如果袖越大 風就由袖衝進去 於是就可以引起風寒 那是神童 神童不會生病 那些叫神打 神仙 對 神仙 對 神仙 剛才說到這些神童 為什麼要用神童詩 是否專門給兒童 去理解他們的生活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神童詩是怎樣解釋的 神童詩 其實這是一個很寬的名字 很廣義的 最主要是 第一件事 我們讓我們的小朋友 專聲他 我們通常說 你真是俊男 你真是俊男 你真是俊女 專聲他 公為他是神童 這樣才去看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勸勉 我們的小朋友 傳統的習慣 聽到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是神童 讓他有一些公為他 所以神童 其實是代表一個專稱 是繁正 不是今天所說的 特別的智慧高的小朋友 不是 但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用來形容一些天才 可能智商有 一百四十幾 一百五十幾 那些叫他神童 或者叫之憂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 去形容他們 至於究竟這些神童詩 今時今日大家還用不 這個真的不得而知 不過我有件事 就很想知道 例如本身歐博士 你的歐字 其實都已經很特別 我知道 在除了三字經 和千字文 神童詩之外 還有一個範疇 叫做百家性 不如下星期 歐博士跟我們說 百家性這件事 好嗎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好 今集的小嘴巴大世界 就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